40 那你就輸入40 接下來的話 資料排序 排序部分要按照什麼排序 倒值年排序 要遞增還遞減 遞增 所以你就按照這個方式 就遞增 按確定就好了 那這樣子他就會找到只有這些比數 總共就是這一些 這個地方可以拉開來看 那這一些資料 就是握的那個檔案裡面的東西 就對了 只是篩選就是把 他要的條件篩選出來 就是40歲以上的 那其實這個地方如果說 像104人力銀行或者是找 就是說那個人力資源 他也是用這種方式篩選 那當然這個地方如果有一個專長 他也可以按照專長去做一個 篩選資料的動作 按一個確定之後的話 接下來就把 1 2 3 再來就是4 5這個不用嗎 6 第6個 那接下來就把 一個蘿蔔對一個坑有沒有 姓名對姓名 按關閉 再來的話呢 再來就是 直撐按插入 到時年 然後再來就是專長 一樣的方式 一個蘿蔔一個坑 按一個插入 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就 按那個 這個按那個散步標籤之前有沒有 還要再做一些動作 我們常常漏掉的 我前面 經常 在比較趕的時候都會忘掉有沒有 就是像 有一些欄位需要加底線 有一些欄位需要加斜線有沒有 所以我們可以看一下 在那個39頁的地方 你可以橫向看 好像在稻子黏的地方有橫向有沒有 所以我們必須把這個稻子黏呢 把它改成一個叫斜體 斜斜的 然後在專長的地方呢 再加什麼呢 加底線 這樣子就會看到是這個39頁的一個樣子 那最後把這一些資料散步出去的話 除了說用複製貼上以外 你可以按這個地方 一個所謂的散步標籤 這樣就完成了 散步標籤之後 你可以看一下 這邊有個ABC按下去 這個就是預覽最後的結果 那這個結果的話 就要像40頁的結果一樣 要硬我們來看一下 那這個地方可以把比例稍微縮小一點點 那各位可以看到有沒有 要如果這個地方 有哪個地方不一樣就把它刪掉 哪些不一樣呢 你會發現 最後面最下面這裡有沒有 這些是多餘的 所以你把它選取之後的話 按一個Delete 這樣就可以了 這樣子的話呢 再比較一下 最後一筆是不是叫張志輝 沒錯 溝通協調 到值年80 它的職稱是業務副理 有沒有錯 沒有錯 沒有錯 好沒有錯之後的話 那這個檔案就完成 完成的話是39月的結果 特別注意 ABC 這個只是一個預覽 你不要以為說這個是最後的結果 好了以後的話 把這個結果做一個存檔 存檔的名稱要叫什麼呢 各位可以看一下 這個就是35頁的倒數 35頁的倒數第幾行呢 24 倒數第四行 原始設定檔案 特別注意 這個就是所謂的原始設定檔案 這個就是原始設定 然後這個存檔名稱 把它放在桌面 暫時先放在桌面 這個名稱的話就叫什麼呢 你的姓名加上座號 加上一個M 就是你的答案 那所以這個地方的話 就按一個儲存 按一個儲存 因為之前已經做過一次 一模一樣的啦 檔名也都一模一樣 按一個取代就可以了 好再來的話呢 我們就完成了所謂的原始設定檔案 接下來的話 我們要把這個結果呢 把它存成一個檔案 就是合併列印的結果 那這裡的話呢 怎麼合併列印出去呢 按下哪一個按鈕 特別注意喔 倒數第四個 所謂的合併置新文件 按下去 選擇全部按確定 看一個結果對不對 如果沒有問題的話 這個就把它存檔 名稱的話呢 就是什麼呢 這一個 你的姓名 加上你的座號 再加上一個A 有沒有 就是所謂的結果檔案 這個結果檔案呢 那後面是一個A 按一個儲存就可以了 好 那這樣的話呢 我們就完成這一題 很好 對 那你 那剛剛漏掉一個動作 這個所謂的夜守 每次都會 所以檢查很重要 那柯同學已經很熟了 好 那這裡剛剛有沒有 漏掉一個地方 就是所謂的夜守 那夜守的部分很簡單嘛 這邊有個所謂的夜守夜尾 上面 在這個地方有沒有 你就把它怎麼樣呢 靠右對齊就好了 先輸入你的座號 比如說我是10號 接下來 空一個空白鍵 再輸入你的名字 好那這樣的話呢 就是把它存檔就好了 這個關閉 好 那特別注意喔 像剛剛那個部分有沒有 欸 我們 如果要再 那個結果檔案 還要再產生一次 其實沒關係 你就把它蓋過去就好了 蓋過去的方法有沒有 就是把它按這個 合併至新文件 好 這個夜守有嘛 我們就直接把它儲存 那儲存的檔案呢 就把它直接 再選一次有沒有 檔名就自動會過來了 按一個儲存 取代就好了 這樣就完成合併列印 那已經做了第三次 大家應該很熟了啦 喔 閉著眼睛都會做了吧 是 對要刪掉 欸欸 喔 那更正一下 就是根據這個地方來做 所以如果它沒有刪掉 就不能刪 所以剛剛結果檔喔 這裡如果還在的話 那就按照跟這個39頁一樣 就是不能刪 所以我剛剛這個地方漏掉了 那這裡的話 就必須還原 這個地方的話 就必須還原 這下面的部分 就不能夠刪掉 像這個怎麼補救呢 其實還有辦法 把它copy有沒有 貼上 貼上 這樣才是正確的 這樣才 那等到輸出去以後的話 再刪掉 輸出去以後 這個時候再刪掉 那時機就根據什麼呢 39頁跟40頁 有沒有 上面有就不能刪 下面沒有就是下面再刪 這樣了解嗎 反正你最後列印出來 就是要一模一樣 要一模一樣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還記得吧 我重點提示一下 第一個先開啟WORD WORD先開起來 第二個動作就是 工具列這個 合併列印這個 第三個動作就是 先開一個什麼呢 標籤 按照那個方式 慢慢把它完成 那再來就是開啟什麼 資料來源 那資料來源就是在那個 我們的瓷片 就是考試那個瓷片裡面 有沒有 考試這個瓷片 裡面的 體組3的這個檔案 WORD的這個檔案 那再來就是 去做那個 所謂的 年齡40歲以上 然後等等的 後面的部分的話 我想你們就自己完成 把畫面先還給各位